各位粉丝,网友,大家晚上好,今天是2021年9月2号,今天是星期四,我是尼尤,尼是尼古的尼,欧洲的欧洲楼,今天就是在我的油管频道介绍了我成绩那个修显卡,修主板的,修那个麻蚁矿机的义务之后,今天国内有一个粉丝, 给我寄了一遍显卡,然后叫我修,然后它发的是京东快递啊,发的是京东快递,我现在给它打开拆开看一下啊,这个名字不管的,无数位 啊,这个刀子还是有点锋利的,不是说这个刀子还是有点锋利的啊,不能割手的 这个包装的很结实嘛,它们这个包装的很结实嘛 包装的还在里面结实 这个是包装的有点鸡翅,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垫了好多泡沫垫,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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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这次放那个显卡的泡沫垫 再来拆开一下,包装的很严实 其实这是一张坏的显卡,没有必要包装这么严实 反正都是坏的嘛,坏的反正是给我们修的 反正是坏的就不用包装这么严实,随便包一下就行了 我们这个刀子很适合 我们要勾开的时候小心一点 反正是一片,反正是一片画的显卡,这边就没有比较好,不这么好 不这么严实,反正是把它们修好 哇,上面写个GDX1070 它这个显卡是这样的,没有拆开这个风扇 不知道这个显卡哪里坏了,不知道是PCB版烧了 还是这个新民族烧了,还是这个小城烧了 这个,这个是看不出来的 好吧,我们打算明天就修理它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请订阅我的频道,点赞 再见,谢谢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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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